作为一个老牌的欧洲强国 法国一直雄心勃勃地带领欧盟塑造国际新格局 虽然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一直被认为不够强硬 但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 最近法国方面却出现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表态 最近也正是中国政府高层代表团访问欧洲的时间 在马克龙的欢迎下 中国也表达了合作的期待 马克龙是时候考虑新订单了 22日法国巴黎新的全球融资契约峰会的召开 拉开了对全球金融体系深入讨论的序幕 这次由负责任大国主导的峰会 汇聚了中美法德 沙特巴西等20多个非洲国家的代表 为改革注入了强大动力 法国主席马克龙的开场白引发了本次讨论的话题 他公开指出 随着时代的发展 现行以美元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已不再符合时代潮流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并建立新的金融秩序 这句话就像一块石头投入湖中 激起了广泛的涟漪 对现有的美元体系构成了直接挑战 马克龙的言论揭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过去几十年来 美国通过在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形成了自己的霸权 影响了世界各国 而如今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呼吁重新洗牌金融秩序 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 美国的应对至关重要 虽然美国可能不会轻易接受新的金融秩序 但时代的洪流似乎无法阻挡 随着法国等既有势力的主动进攻 瓦解美元体系的进程可能会加速 这次峰会不仅象征着对现有金融体系的挑战 也象征着一种多国合作的精神 这些参与国希望共同推动金融体系改革 为建立金融新秩序提供动力 然而在重塑全球金融格局的过程中 不同国家对于金融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的平衡 持有不同看法 如何在各国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确保可持续发展与合作 无疑是构建金融新秩序过程中的重大挑战 G7有五次缺席峰会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这次峰会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政治野心的展示 中国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出席会议 受到法方盛大欢迎 这可谓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出大戏 但值得注意的是 除德国总理朔尔茨外 其他五国的七国集团元首均缺席 这使得G7成员国对本次峰会的态度颇未冷淡 冷漠 这背后揭示出各国对全球融资契约主题关注的重要性和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对于中国来说 参加这次峰会有三个重要目的 首先 中国希望借此机会消除欧洲对中国的担忧 其次 中国希望进一步推动中法合作 并通过前景未来提出合作倡议 最后 中国愿意以此推动国际多边主义 改革现有金融体系 促进公正转型 作为一次以融资与合作为主题的峰会 我们可以推测 此次峰会的焦点可能是国际金融合作 特别是资金流动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困问题 鉴于峰会的巴黎地点和马克龙政府气候政策举措 气候议程也可能是峰会的主要焦点 中欧经济关系的紧张局势可能会在峰会上进一步暴露出来 中国代表团希望通过这次峰会消除欧洲对中国的误解 因为中国只是暗示了当前中欧经济关系中的问题 它还可能揭示欧盟对中国经济活动的担忧 以及中国对此的反应 中欧人际关系合作比竞争更值得期待 中国政府代表团于23日结束对德国和法国的访问 双方友好的迹象显而易见 在德国和法国 中国代表团受到了高层接待 甚至受到了由总理舒尔茨和法国部长接待的德国总统施泰因麦尔的接待 内政达尔玛宁亲自去机场迎接 更重要的是 在巴黎举行的签约仪式上 中国与空客 宝马 梅塞德斯奔驰 大众 西门子 巴斯夫等多家欧洲企业巨头签约的合作意向 双方将生化在电动汽车 节能减排 低碳产品生产 化工新材料等领域的合作 这无疑是中欧经济合作向更深层次迈出的重要一步 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接待中方代表时 再次强调了中国发展的重要性 并表示欧盟无意压制中国的发展 反对新冷战 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还重申了对中欧关系的重视 强调继续促进有效的多边主义 这再次表明中欧关系对双方和世界的重要性 双方愿继续加强合作 维护多边体系 然而 我们也看到欧盟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虽然德国和欧盟对华信号发出了积极的回应 但也提出了对中国的一些限制 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降低风险 这也反映出欧盟在追求合作的同时 也在寻求新的平衡 在此背景下 中方期待欧盟客观理性评价 对华关系 继续推进务实合作 中国希望欧盟能够以开放的态度处理双方关系中的问题 共同推动双方关系稳定发展 关注我 了解更多国际时事